青梅被笑把纠缠 险些失去清白 我担心他在遭迫害 化身中犬日夜陪护 甚至为了保护他 被破硫酸毁容 导致原本年级前三的我 成了人人都瞧不起的废物 而他考上清华 一跃成为顶级人物 后来他未婚先孕 我又做了接盘侠 对他亲近所有温柔 他却在我突发心梗时 冷眼相看 如果不是你一直纠缠不清 我早就和明阳在一起了 我才知道他是真的想让我死 再睁开眼 我又回到了他被笑把纠缠那一天 救命 快来人啊 沈明阳 你不可以这样 快放开我 心脚痛的感觉瞬间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不远处 熟悉的呼救声 昏暗的灯光下 柳如烟正被笑把沈明阳堵在角落 欲行不轨 此刻的他双颊泛红 眸中寒泪 任谁看到都会忍不住 新生英雄救美的念头 上辈子看到这一幕 我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冲了过去 非但跟笑把结怨 还被柳如烟耿耿于怀 这次 我没有出手相救 而是冷眼观看 直到柳如烟被沈明阳拖上巷子 那股莫名的畅快感 才开始袭遍全身 原来 我真的重生了 重生在一切悲剧还没发生的时候 上辈子 我偶然得知笑把为了讨好排名第二的富家女 故意用这种下三难手段纠缠他 想让他荒废学业 于是化身中全 寸步不离 更是为了保护他 挡住泼过来的硫酸毁容 但他却一次又一次 想让我死 他自食恶果 如果所预料 柳如烟第二天并没有去学校 同学之间反而多了不少流言蜚语 你们知道吗 柳如烟跟沈明阳好了 昨天晚上两人还在外面 不是吧 平时看着是乖乖女 没想到私底下玩得这么花 大概这就是人家优等生的癖好吧 描述的这么灰声灰色 不用多说 我都能猜到究竟是谁的手柄 只是我没想到 那几个女生很快就围到了我身边 楚之鹤 柳如烟跟你是青梅竹马 你该不会不知道 他早就跟沈明阳有一腿吧 我打开书本 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别问我 几个人感觉没意思 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开始八卦 我在上厕所的途中 再次听到了沈明阳 和他追求的富二代女生的对话 放心 事情都办妥了 你也看到了 他今天连学校都不敢来 是 家里人我也找过了 不就是一笔钱能打发的吗 他荒废学业 第一名的位置肯定是你的 上辈子我听到这些话 瞬间血液沸腾 不但冲过去把沈明阳暴打一顿 还警告他不要再靠近柳如烟 事后再把他打电话的内容 告诉给了柳如烟 然而柳如烟只是笑我小人之心 不了了之 甚至心生怨恨 怪我阻拦他和沈明阳的好姻缘 现在 我只当什么都没有听见 回到家 我妈也跟我提起了这事 说到最后 他叹了口气 烟烟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 我还听人说 其实是烟烟在路上让人给纳啥了 昨晚上那伙人亲自上门 给了笔钱封口 你说要钱有什么用 好好的女娃 就这么毁了 阿赫 你可不要乱听人嚼舌根 回头多关心关心他 这孩子也是可怜 家里条件不好又出了这种事 当妈的海 文言 我猴头涌起一阵苦涩 上辈子我们结婚后 我妈对他就像亲生女儿一样 非淡袜子和内裤 亲自动手给他洗 连洗碗也不让他碰 事事谦让 变着花样做他喜欢吃的饭菜 可即便这样 还是五不热他的心 死前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我妈的死不是意外 而是撞见他和沈明阳投情 被他从楼梯上推下去 摔死的 想到这些 我打断我妈的话 轻轻硬了声 妈 我都知道了 交给我就行 我妈还在 我也还活着 柳如嫣和沈明阳 这对肩肤淫妇的账 有的是时间慢慢算 我没想到的是 一早上没来学校的柳如嫣 下午居然来了 面对同学的议论和目光 她只是坐在座位上 看着书本不说话 但有好几次 她看向我的目光 都写满了欲言幼稚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我依旧忙碌自己的事 只是这段时间 除了沈明阳和柳如嫣在一起的事 又有另外一个消息 悄无声息的在学校流传 传据说 是沈明阳强迫了柳如嫣 柳如嫣家里穷 不想把事情闹大 所以事后沈家找到柳如嫣妈妈 给了一大笔钱私了 沈家的确有钱 也的确能把这件事压下去 但我怎么会如他们心意 这条留言 就是我偷偷传出去的 或许是最近我这个舔狗 对柳如嫣过于冷淡 这天放学 她拦住了我 之后 你是不是也嫌弃我脏 为了不被她察觉出一场 我一本正经的回答 妍妍 你胡思乱想什么呢 不管那些传言是真是假 你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柳如嫣眸光泛红 冲我说了声谢谢 我知道今天还会发生另外一件事 所以不想和她过多纠缠 于是开口 差点忘了输落在学校了 我回去拿 上辈子的今天 暗恋沈明阳 却因度生恨的小太妹 会埋伏在柳如嫣必经的路上 拿硫酸泼塌 那时候我拼尽全力 挡在她面前 却害我容貌净毁 甚至在我死的那一刻 还被她恶言相向 嘲讽我丑八怪 一看到我就觉得恶心 她早就忘了 我这张脸是因为她猜毁的 我以为能避免和柳如嫣走在一起 没想到她去大方开口 时间还早 我陪你 无奈之下 我只能硬着头皮和她一起 谁知刚走出校门 一个身影猛地冲过来 将瓶子里装的液体 泼向柳如嫣 等了你这么久 没想到你磨磨蹭蹭 居然在这里 去死吧 惊讶之余 我第一反应便是离她远点 刺鼻的气味请客间传来 柳如嫣倒在地上 因为用胳膊抵挡 手臂被灼烧得惨不忍睹 至于脸上 也有几滴没有挡住的硫酸 溅在上面 她接着嗓音质问 楚之鹤 你为什么不救我 上次我被沈明阳纠缠 你也在附近吧 听到她的话 我内心一震 难道说她也 我小心掩饰内心的惊恐 拿起电话报警 看到这一幕的小太妹迅速逃走 而我也趁机调整好心态 重新做出一副舔狗的模样 焦急出声 燕燕 你刚刚说什么 别怕 我现在就叫救护车 都怪我 如果我挡在你面前 你就不会受伤吗 见我又是心疼又是自责 还狠狠抽了自己两巴掌 柳如嫣看我满是疑惑的眼神 瞬间松懈下来 她拧着没忍住痛 眼神却充满了厌恶 没什么 上辈子窝囊 这辈子也是 我跟一个窝囊废叫什么针 救护车来了 先送我去医院吧 我暗暗攥紧拳头 沉默不语 跟救护车一起送她去了 最近的医院处理伤口 而我也在这段时间 重新审视这件事 探样子她重生的点 是在出事之后 其实上辈子 她不止一次想杀我 记得婚后的第二年 我就因一起入室杀人案 成为被害人 去了烫警局 警察盘问后推断 两年来 她至少给我下毒三次 这次极有可能 是买凶杀人 我解释是常误会未果 她即将被判刑 我不忍她锒铛入狱 花重金请律师 将她保释出来 没想到后来我突发心梗 她站在一旁 冷眼相看 导致我不知身亡 那时候我才知道 她是真的想让我死 她怪我阻挠 他们两个的幸福 哪怕她被抛弃后 嫁给我 也没能斩断 他们的来往 这次 同样的蠢事 我不会再做第二遍 很快沈明杨也来了 踏马不是奄奄的舔狗吗 跟她一起走 都能让她受伤 废物东西 给老子滚 骂完沈明杨 似乎还不解气 又狠狠踹在我的身上 然后继续舔着脸 凑近柳如烟 我爬起来 假装灰溜溜地离开 当然要滚 我还要滚得远远呢 好在我前几天 已经抢先准备过 这一次 我一定要凭借重生的优势 顺风翻盘 接下来的时间 我又假装来过两次医院 但一切都如我所预料的那样 都被沈明杨派来的人 挡在外面 第二次 沈明杨甚至亲自出面 宣誓主权 她将我挡在门口 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楚之鹤 你给老子听清楚了 柳如烟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你要是还像苍蝇 要围着她转 小心我弄死你 我心灰意冷地离开 走出医院 却忍不住笑出声 如果我是苍蝇 柳如烟是什么一坨大便吗 好像真的是 不过这辈子 我不再是苍蝇 而是雄鹰 因为没有碍事的我 沈明杨和柳如烟的上展很快 两个人已经公开宣布 男女朋友关系 而我则趁着这段时间 努力学习 始终控制着 能在年级前三的分数 柳如烟重返校园这天 为了让她彻底打消怀疑 我也重生了的念头 我拦住放学的她质问 烟烟 外面都传你被沈明杨 至少给我一个死心的理由 你为什么要选择 和这样的人渣在一起 柳如烟的眼神 又变得像上辈子那样 对我充满厌恶 她似笑非笑地问我 为什么 因为她家有钱啊 以后人生路上 能帮我的还有很多 难道我不选择 有钱有失的富二代 选择你这个窝囊废 她比一个眼神 像尖刀似的在我脸刮 像急了上辈子 冷烟看我突发心梗的样子 记得婚后不久 柳如烟还发生了一件危机 被誉为新时代女性的她 被爆黑料 出卖身体谋取利益 她哭着来找我的时候 是我不惜在镜头 露出伤疤让人诟病 说我赖蛤蟆吃天鹅肉 互联网时代 从来都不缺少新鲜事 因为我的爆料 再加上柳如烟暗箱操作 他们迅速转移话题 把矛头指向我 我被网友们网爆嘲笑 说我的样子令人作误 说我不如鹰沟里的臭虫 现在想想看 其实他们早就暗中勾结了 至于分分合合 无外乎是情侣间的情趣 而我只是他们呸的一环 我苦涩地笑了一下 我知道了 祝你幸福 距离高考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我买下的股票涨了上百倍 我知道 股市型即将迎来第一个顶峰 虽然当初问我妈 要走了所有存款 买到的股票不算多 但我在买下股票后 除了致力于学习 也会在短时间内 抛出一些大幅度增长的股票 从而让原始股本增加数倍 再来买下上证指数 最厉害的一部分 短短几个月时间 我已经成了 不险山不露水的富豪 也正是铺天盖地的消息传出去时 柳如烟才开始意识到 股票开始涨了 但与我相比 他根本不知道哪些股票会上涨 在这方面仅仅属于入门级别 稳持股票的我知道 当第一个顶峰达到1429点时 便是抛出的最佳时刻 可就在这时 柳如烟居然利用网络联系到了我 他在网络那头苦苦哀求 想让我让出一部分股票 甚至抛出自拍照用于语言暗示 只要我愿意 他整个人都任我处置 看到他发的这些 我笑了 幸亏我提前做好准备 无论是个人信息还是IP地址 全都隐藏起来 他能通过临时绘画找到我 恐怕已经是极限 我拒绝了他 然后注销了账号 却看到他带着沈明阳 在股市如同眉头的苍蝇时的乱转 其实上辈子柳如烟新时代女性的标签 除了自身名校毕业这个因素外 还需要大量的金钱 他之所以有钱 仅靠沈明阳还远远不够 是我在背后偷偷研究股票 暗地里帮他推波助拦 只不过股票这东西太玄学 影响的因素多 所以上辈子我有赚有赔 但也正是因为经手过 所以对股市情况印象很深 这辈子有了上辈子的记忆 我买的都是只涨不降的 距离高考不到半个月的时候 上证指数终于达到1429点 我很清楚 现在就是抛出的绝佳机会 因为很快股市便会回跌 五个月后 上证指数回落至400点下方 几乎被打回原形 短短几天内 我抛出了手里所有持有的股票 赚得盆满钵满 正是因为如此 神秘的我一度被人称为股神 高考结束后 柳如烟主动拦住了 从考场上走出来的我 他不说话 而是用充满质疑的眼神 打烂了我很久 我毫无畏惧 用同样平静的眼神看向他 最后他突然失笑 鼻一开口 我大概是疯了 一身地摊货 我怎么会幻想你就是股神呢 我露出茫然的表情 股神 说了你也不懂 又穷又窝囊 学习好能怎样 无论什么时候 金钱才是一切 他说的没错 无论什么时候 金钱都很重要 可惜他选错了人 股市大跌以后 柳如烟似乎失去了希望 接下来他把目标 放在了房地产上 开始叫唆沈明阳买房子 他不知道的是 他想到的事情 我也早就想到了 卖掉股票的我 早就一跃成为富豪 而这些钱 很多都被我用来购置房产 最重要的是 房产也是我买下的股票之一 这天路过 我看到了在马路上 争执的沈明阳和柳如烟 柳如烟建议沈明阳 买下偏郊区的一处房产 以及周围的田地 沈明阳听完就笑了 买那块破地方 柳如烟 你到我家的钱是树叶子吗 听到他们对话提起的地段 我回忆了一下 哪里的确是后来新开发的富人区 由于后续政府规划了医院 学校 还绿化了 让这个地方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地盘 如果拿下这块地皮 的确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柳如烟着急了 明阳 你听我说 这里以后会规划的 不但不会是现在这样落魄的样子 以后还会被人称为小东方明珠 所有A是富豪都会扎堆在这里买房子 明星 房地产商 爆发户这些人都会来 如果投资 不止翻一百倍 这样好了 你问你爸爸要 投资这个地方 就当是以后屈物的彩礼 好不好 沈明阳气笑了 彩礼 柳如烟 你真会想 我们现在才刚高中毕业 未来会怎么样 谁都不知道 你听好了 我没钱投资 我家是有钱 可大钱都在我家老头手里 两人不欢而散 却迎面撞到了我 见我是从咖啡厅走出来 沈明阳比一笑 咖啡厅 打工来的 也是 像你这种穷酸 暑假就应该打暑假工 赚点零花钱 在咖啡厅服务人家喝咖啡 不好受吧 来 这五十块钱你拿着 当我请你掌掌见识 他把钱扔在我面前 大摇大摆地往他的奔驰走 柳如烟看到我更是充满了厌恶 甚至一巴掌甩在我脸上 楚之鹤 别那么恶心 好不好 我说过我已经跟了沈明阳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再让我碰到你跟踪我 小心我不客气 甩完这句话 我妈电话打了上来 告诉我收到了心智向往的大学 录取通知书 我知道 柳如烟一定不会像上辈子那样 靠近心意的大学 就算上辈子她是高材生 也抵不过时隔多年 再去参加高考而不努力 很多知识也忘了 很快我便上入了大学生活 通过同学口中得知 柳如烟只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 毕业后和沈明阳结婚 上入了沈氏集团工作 至于沈明阳继承了她父亲的公司 而我早已经掌控上千亿资产 开始上行其他投资 在上大学的四年时间里 我又凭借上辈子的记忆 经历了三次股市暴涨暴跌 这就导致股神的传说 依旧是不变的热度 我知道 即便如此 也不能让我掉以轻心 因为我很快又听到了柳如烟 被家暴的传闻 其实这并不意外 上辈子我就知道 沈明阳心心念念的并不是柳如烟 即便纠缠着她 也是为了讨好她心中的女神 另外一位富二代女生 虽然我不知道 我当年却为了她 毁掉了整张脸 见我无动于衷 贪薄了一把眼泪问我 阿赫 你是不是嫌我脏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 阿赫 你看着我 告诉我如果我和她离婚 还会要我吗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 而是把她按在沙发上 让她坐下 接着倒了一杯水递给她 我没车没房没存款 目前入职的也只是一家小公司 你确定离了婚会选择我 柳如烟被我的话问住了 她端着水杯 目光扫视周围的家具布置 发现这里的一切 都跟她曾经看到的一样 忍不住渐渐露出失望 但她还是把锅甩给了我 放下水杯后站起来 我知道答案了 阿赫 谢谢你听我倾诉 婚姻的问题 我会解决 我不再是当年 为了她不顾一切的舔狗了 她眼神里再次腾生起的嫌弃 我丝毫不落地 收上眼里 她心心念念的豪宅 我早就有了 只是在没有解决 她这个麻烦之前 连我妈都不能告诉 但我相信 她自食恶果的那天 不会太远 就在我沉迷股市和投资 几乎快要忘了柳如烟的时候 却在国外一场高端聚会 又碰到了她 这个女人纵然可恶 但我不能不承认的是她的美梦 一身红色低领落被装 将她性感的一面完全展露出来 身边的人提醒我 看到没有 这就是最近才来的交际花 身材技术一流 总而言之 柳如烟早已经不再是 昔日青春小百花模样式人了 而是摇身一变 成为穿梭于各个富豪床上的妖精 至于这次之所以能上入高端局 完全是靠着一个 刚好能跨上这次聚会门槛的小老板 我点点头表示了然 打发走了身边的人后 却发现柳如烟也在这时候看到了我 见到我 她眼底写满了嘲讽 很快便踩着高跟鞋 一步步走到我面前 没想到你还是有点本事的 居然有办法弄到来这里当服务员的机会 服务员 身边的人赤笑出声 我却伸手打断她的话 柳如烟继续娇称着 是啊 您不知道吗 上次见面 她还在咖啡店当服务员 楚之鹤 就算你来这里当服务员也没用 这是顶级富豪聚会的地方 至于你 连提鞋都不配 听说过古神吗 我听说她今天晚上也会出席 传说中的古神 是所有男人女人都崇拜的对象 我敢保证 只要她看我一眼 都会被我拿下 我冲她举起酒杯 那就助你顺利 正准备离开 一个肥胖男人走了过来 柳如烟见到她 立马热情地挽住她的胳膊 哈尼 你怎么现在才来 刚刚去哪了 我猜这个秃头男 就是柳如烟勾搭的那个人 来人看到我 并没有理睬柳如烟的话 反而将她推到一边 大步走到我面前 随后点头哈腰起来 楚先生 我找了您大半圈了 没想到您在这里 您可是古神啊 虽然有点冒昧 但还是想请教一下 接下来股票的涨势 能不能稍微透露 哪怕一点点风声 秃头男话音刚落 柳如烟尖叫出声 你叫他什么 古神 柳如烟的叫声 引起了秃头男的不悦 他瞥了一眼柳如烟 大呼小叫什么 尚不得台面的东西 随后又冲着我 毕恭毕敬开口 楚先生 这就是个小地方来的野鸡 您别见怪 山珍海味吃惯了 您若是感兴趣 想尝尝野味 不用了 我打断她的话 我想 无论是我还是这位小姐 都不感兴趣 看着柳如烟 看向我的眼神 从不可置信到震惊 再到后悔 那张漂亮的脸 短时间内 能出现这么多表情 也的确出乎了我的预料 她似乎想调整情绪 匆匆到了剧 不好意思 失陪一下 说完 落荒而逃 直到走到角落 才将身体靠在墙上 大口大口喘气 我没有再搭理她 而是和周围的人 继续谈笑风声 股市总共有6次暴涨暴跌的时候 而我已经经历了前面4次 最近一次行情紧喷 会在短短一个半月时间 股指上涨将近70% 被称为股神的我 至少在这个小范围圈子 已经瞒不住身份 所有顶级富豪 无一不客套工尾 希望我能指点迷津 有时候钱适当地 让所有人都赚一点 并不是什么坏事 于是我极其正经地分析了股市 预判了下次股市行情 跟众人聊完 天色已经不走了 我准备直接入住订好的酒店 谁知刚走出电梯 迎面便扑过来 一个满是香水味的身影 保镖反应迅速 第一时间将那道身影挡住 等我看清楚那张脸 才知道来人是柳如烟 他似乎是喝醉了 亮腔着站稳脚 醉眼朦胧的双眼看向我 写满了柔情蜜意 啊喝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随后挣脱掉保镖 直接贴在了我怀里 果然 无论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虚情假意都是他擅长的 我冷冷的将贴在怀里的他推开 吩咐保镖 把柳小姐送回大厅 他要找的人或许正在找他 看着柳如烟不甘的眼神 我知道 或许我和他之间的斗争 才真正拉开帷幕 回去后的柳如烟 便开始跟沈明阳闹别扭 见事已至此 沈明阳也不再遮遮掩掩 直接放了狠话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沈明阳出轨的对象是徐娜 那个在高中期间 就跟他不对付的富二代女生 徐娜甚至还大言不惭地告诉他 沈明阳就是他的一条狗 从强行占有他的那一天起 就是他的算计 为的是把他从学校 第一名的位置拉下来 至于后来 也只是想把这个全校男生 心心念念的女神踩在脚底下 现在他做到了 因为再次见到柳如烟的时候 他正晕倒在我家门口 醒来以后便哭着告诉我这些 甚至当着我的面开始脱衣服 来不及阻止 他白皙的肌肤 已经彻底裸露在我面前 与想象中不一样的是 他的后背 大腿 都是轻易到紫一道的伤痕 连带那张脸 也被沈明阳打得鼻青脸肿 我找他离婚 他却打我 我想跟他离婚也离不掉 他说 除非我死 阿赫 求你念在昔日的情分上 帮帮我好不好 真的 只要你能帮我 要我做牛做马都可以 我不想死啊 阿赫 我静静地看着面前的柳如烟 这个女人真的太可怕了 无论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所有人心知向往的美貌 成了他迷惑人的武器 我勾起唇角笑了一下 将他扶起来 好 我答应你 延延 你也知道 无论现在还是过去 你都是我的女神 放心 我会帮你 不让你再受到伤害 另外 在你离婚前 我是不会碰你的 让人把他带下去洗漱的时候 我静静地听着手机里的录音喝红酒 录音里 正是柳如烟和沈明阳的对话 明阳 我知道你和娜姐才是一对 都怪我鬼迷心窍 非要横插一脚 这样 明阳 我可以为了你铤而走险去高垮骨神 他喜欢我 你是知道的 要不是我们俩搅在一起 他还是我的舔狗 我只有一个条件 事成之后 我们离婚 你的财产分我一半 里面除了柳如烟的声音 还有沈明阳的声音 楚歌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你能不能给我透露一点发财的机会 我编辑了两个字发过去 好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 柳如烟住在了我名下的公寓里 无论是吃穿用度 还是外出 我都最大程度的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这在他看来 我已经完全沦陷在他的温柔箱里 以至于柳如烟开始光明正大的搜集证据 可惜的是 重活一世的我见识多 比他经历的还要多 做事只会更加谨慎 所以一旦折腾下来 无论是税务问题还是别的什么 就连情感问题 我都干净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 他享受一切 却因为阴暗扭曲的心理 依旧想将我置于死地 如他所愿 这天他等来了一个机会 在我送完他想要的钻石项链以后 助理走到了我身边低声嘱咐 楚总 您让我准备好的机密文件我放在 助理话说到这里 看向了身边的柳如烟 柳如烟假装最新研究钻石 眸光却在这时候骤然紧缩 我一把将他揽上怀里 笑着开口 说吧 他是你嫂子 不是外人 助理应了一声 好的 楚总 机密文件我已经放在您保险室的保险柜里了 如我所料 柳如烟这天晚上的性质比任何时候都高 缠着我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酒 口口声声说得到项链很开心 因为这是我爱他的证明 我笑着看向他 那你呢 爱不爱我 他不动声色地在我唇上冒下一吻 眼神里全都是深情 爱 当然爱 眼看我被他灌醉 柳如烟才心满意足地站起来 但他并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冷冷地看着我 眼底全是不屑 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楚之鹤 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你都不配 我攥紧拳头 克制着情绪不要爆发 直到他走上保险室 才发号指令 报警了 柳如烟反复尝试 最终打开了保险柜的密码 只是刚拿到保险柜里的东西时 我却站在了他身后质问 癩癩 你在干什么 柳如烟恍如见到鬼师的爹坐在地上 磕磕绊绊 问 我 你 你不是喝醉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 我冷笑出伤 现在是我问你 你在做什么 柳如烟扔掉手里的文件 开始求饶 阿赫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 我是被逼的 都是沈明阳 是他逼迫我 说只要我窃取了你的机密 就会和我离婚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和他离婚 然后和你在一起 听好了 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 窃取公司重要机密 我只能把你交给警方处理 开庭审判的时候 柳如烟窃取公司机密的监控录像放出 柳如烟瞬间崩溃 他瞪大了眼睛大喊大叫 楚之鹤 你骗我 从一开始你就在算计我 对不对 警察先生 法官 还有旁听的人 你们听好了 他是古神 是重生的 所以才掌握那么多资料 飞黄腾达 真的 我也是重生的 所以我能证明 你们不要被他骗了 消息已经发出 古神 重生这两个词瞬间冲上热搜 这些同样在我的掌控当中 我迅速抛出柳如烟被丈夫家暴的验伤报告 甚至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的诊断记录 以及证明 澄清重生仪式 非但让所有人相信了柳如烟神经不正常 还洗脱了他说我是重生而来的可能性 当然 除此之外 古神这两个字 又新添一层面纱 面对记者的采访时 我淡淡一笑 重生 后悔药都没有 怎么会有重生这种荒谬的事 大家都知道 我明排大学毕业 在校期间就开始研究股市行情 有点运气以及动心能力罢了 这是一个造神的时代 我相信 只要你想努力 敢于想象他人没有想到的事 敢于发现他人没有发现的伤机 一定会成为下一个神 柳如烟还是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当然 这中间不乏沈明阳和徐娜的手笔 我用下一次古市行情 换来了对柳如烟的处置圈 再次见到柳如烟的时候 他被白色绷带绑在床上 一动也不能动 看到我的时候 他情绪依旧很激动 楚之鹤 你这个畜生 既然已经设计我掉上圈套 为什么不直接送我去坐牢 我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看着这张昔日美艳动人的五官变得扭曲 才缓缓开口 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病处或者单处罚金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样一来 就算情节特别严重 也不过是关你七年 但精神病 却可以在这里待一辈子 柳如烟一愣 再次崩溃 对着我破口大骂 楚之鹤 你居死 你对我太残忍了 你这样不如一刀杀了我 你杀了我 我笑笑 杀人犯法 恕我残忍 柳如烟 你才是最残忍的吧 你忘记上辈子你是怎么对我的了吗 我狠狠捏着他的下巴 让他跟我对视 我因为你而毁容也就罢了 你还害死了我妈 火通沈明阳给我下毒 骂我是窝囊废 恕我这张脸恶心 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我心梗发作之死 柳如烟 你说说到底谁才最残忍 这辈子之所以落到这种地步 你听好了 也是你自作自受 至于我做的一切 无非是想用合理的方式保护自己 试问 如果不是你心怀不轨 会上当吗 我的一番话 瞬间让柳如烟哑口无言 取而代之的 是哈哈的自嘲大笑 离开精神病院后 股市最后一轮暴涨暴跌拉开帷幕 所有人都以为 回调的股市早已先不起风浪 毕竟距离上一次暴涨暴跌 已经有长达一年半时间毫无起色了 但很快 国内股市又发动起全民总动员 冲上了本轮行情的制高点 我知道 这一轮之后 该收手了 沈明阳特意打来电话支谢 表示不会忘我的大恩大德 只有我在挂断电话之后 转手把这些年搜集来的 沈氏集团所有罪证交给警察 当然了 除了沈氏集团 跟沈氏集团有勾结的徐氏 只要有犯罪行为 我一并给警方递交了证据 三个月后 沈氏集团以及徐氏偷税漏税 私底下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事情做时 两家公司宣布破产 而始作勇者沈明阳和徐纳 被捕入狱 柳如烟的余生将在精神病院度过 而我捐了大部分财产 只留下小部分带着我妈 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仰望 至此 古神成为永远神秘的传说 全文完 如果是永远神秘的传说